HitFM联播网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听音乐 Hey Miss DJ Hey Miss DJ 来到今天的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我是Awesome 今天很开心可以认识新朋友哦 他是Pony5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Pony5 首先看到你的名字啊 我要问 你要走的是Five5 还是是Vibe 到底是哪一个 Vibe 有V的 有哦 所以那前面的是发V的音 还是V的音 应该是V的音 哦V的音 Pony5 Vibe 哦好好好 OK了解了 搞清楚一下 因为很多人会问你说 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然后我就看到你的IG上面 所以你的本名有秀在上面 对对对 没错没错 这是我本名 所以 当你叫彭义庆的时候 你的小名叫Pony好像也还蛮理所当然的 对这是刚刚好 那时候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刚刚好就觉得很像蛮刚好的 哦 对对对对对 OK好 然后彭义庆是你的本名 没错 对不起不好 一直这样植户你的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很像战利要领考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好 然后是议会的义庆祝的庆 没错 没错 很难写 很难写 对对对对对 da 小时候会觉得说这名字也太太难写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名字很好写的人 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的名字很难写我 ALL know my name would be the name 叫 rain in the south 水 Said très cont 那你有跟旁边的人比上说 哇你几话我几话我46话这样子吗 不会就是在写考卷的时候 以前就写考卷 然后就会他们就会开玩笑说 写考卷那你这样会不会差那几秒钟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 哦好好好 那我就认真的算了一下这笔话 到底我要写多久 你有回家跟家人讨论这件事 想说为什么笔话要这么多的这件事情吗 没有但这个名字是我爷爷 他有特别的去不知道去看了什么 然后去取的 太好了我就是想要知道有没有典故 但是你刚刚讲说不知道什么 所以怎么样感觉像好像你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那个书有很像什么金木水火土吗 然后有各种就是这个名字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它会代表什么土啊 因为它不是会算笔话 就是义经嘛就是有点是 哦义经嘛就是有点是 哦义经嘛就是有点是 可是很多都是从义经过来的啦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从五行 没错没错没错 过来的对不对 我大概就听到这里我就快睡着了 人家爷爷精心的帮你算说你的名字可以符合什么 哪一个五行补什么补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你补什么 完全不知道我补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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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觉得等你哪一天 你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马上另外一个作品就会出现 没错没错 我说不定就会很认真的研究 然后发现哇 里面有好多典故哦 我相信我觉得里面的典故应该还蛮深厚的 没错没错 好啦就是请对得起你这个46笔画 没错 从小课到现在 好然后呃我跟Pony5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但是事实上这是算是你的第三张的作品 因为你前面其实是有两张的专辑 嗯对对对对对 它是算是第三张的专辑 第三张的专辑 对因为我中间还有卡两个很小的魂音带 是有多小 很小很小 5厘米而已吗 很小很小 差不多三四首歌的这种 哦OK 魂音带 魂音带 就是mix tape的概念在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一张专辑算是一个迷你专辑 对它是原本也是mix tape 然后后来是变成迷你专辑这样 嗯嗯嗯嗯嗯 对应该是一个名字上的一些 嘿嘿嘿 一些 好 不知道玩法 好我最近其实有跟几个就是也是访表 就是所谓的迷你奥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式的 呃歌手做访问 所以我就会想要我好奇 就是你会觉得做一个正式专辑比较难 还是做一个迷你专辑比较难 因为有时候长度长不见得难度就比较高 就是长度短也不见得难度就比较低 你自己觉得呢 呃其实因为我的我的作品应该是 它都是一个时期的记录 嗯嗯 那迷你专辑对我来讲就是可能一至两个月的记录 嗯哦OK 对它然后可能整张的完整的专辑 它可能就是一年内的记录 OK 对然后mix tape可能像是 呃一个月一几周的记录 因为很朽很朽 因为很小很小对 那这个情绪其实就会你会发现它其实不会变化的太大 因为我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情绪的这些 对 起伏对对对对 也没有办法在这之中真的是领悟到了什么事 对所以如果呃迷你专辑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月两个月的一个日记本差不多 对OK 它制作难度没有说这个不会有任何影响啦 嗯嗯 其实就是一样的在记录的事 只是呃在完整的专辑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更多更细节的事情 因为我多了时间去消化这些事嘛 是 所以我在讲出来的时候可以更更客观或者是更全面的去讲很多角度 但是迷你的话这个可能就两个月 那两个月我可能吃面吃到一半 还没吃完 说不定我刚吃完这个面 然后 我可能就跟你讲说哦好辣 但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哦它的鱼韵是什么 这样 对对对有点像是这样 OK好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作品 这也算是这样专辑里面的呃第一首发表的歌曲 呃对没错 我是在YouTube上面第一首发表 OK好 那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Pony5的胡同 我是阿桑 跟Pony5呢这次是第一次的碰面 好当我知道我要访问Pony5的时候 我就稍微的去做了一下研究嘛 好那当然是呃现在很多的媒介就是打开了YouTube 所以我当我打开了Pony5的YouTube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碰到的声音看到的影片是这一首歌曲 嗯就是花草树木 好那刚才你也讲了说在这个迷你专辑 大概就是你大概是这两个月的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记录 那我想要知道说这一个两个月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啊这两个月应该是在2021年的2月份到2021年的4月份 哦2月份到4月份 4月5月的时候对差不多 OK 就是过完过年完那一阵子 哦哦哦哦哦就是疫情在台湾的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对相对来讲你听起来的这一个听觉你那个时候心情的记录 其实就是算算轻松 对没错 轻松的on the road的感觉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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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一条路上然后旅 我在边旅游啊边写这样 哦哦哦对对对 那你的那个是在什么的路上 然后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哦那一阵子我都在开车到处玩嘛到处跑 哦哦哦 对然后公路旅行的感觉 嗯 对那我有去可能像花莲啊然后去台中啊然后高雄啊就一直在乱开 开车我会 诶这样真的很乱开不好意思哦 对对对 开到了花莲 对对 然后你怎么开到台中 没有就会可能我在这这个时间内会一直开车出门 OK 然后会到处跑 对啊 所以有点算是来回吗 就是去了花莲再回来台北 然后再去了台中像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来回来回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开过环岛这样子的 嗯没有到环岛耶没有到环岛 我没开过环岛 OK 对我应该会觉得蛮累的 没有没有啊你不一定要一天啊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开了一天到花莲住个一下子 然后在第二天醒来了以后再可能往下开开去台东之类这样 慢慢慢慢的这样做啊 我其实有想过要做这样子的事 但是都还没有真的实践过 哦好没关系你还年轻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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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间可以 还有时间可以 好所以说在2021年的时候 之前大概在四五三四五月的时候 对没错 对好然后算是你开着这个车 然后翻到的一个心情的一个记录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当时去旅行的心情是什么 或者是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动机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啊生活太烦了我想要出去一下 有些人就想说买了新车 我想要66新车的一个心情 所以你的心情是什么 那时候算是我蛮低潮的时候 是低潮的时候 是低潮期 然后我出去就是找朋友啊 然后想要就出去看看 就是有点就是多跑几个地方 有点像是因为我会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然后去陌生的酒吧 然后跟陌生的人聊天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哇世界好大哦 然后你在拘泥的事情其实 你会看得更开一点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是这样 可以问低潮的原因是什么吗 低潮是因为我刚从我前团队就是离开 我刚跟我前团队分道扬镳嘛 那这对我来讲其实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有点像是我原本建立的世界观跟价值观 跟一些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想象 跟对这个团队的想象在一戏之间就瓦解了这样 那我在重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会是痛苦的 不管任何事情 就是在重建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花一些力气的 因为你有很多很多问题跟很多状态 你要必须要去调整跟自己要解决 所以我就是选择用这个方式去跟我自己相处 然后让我自己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或是我正在经历什么这样 就是更清楚自己的状态这样 你的选择离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是一个觉得被背叛的状态之下 还是说你觉得我认清了一些的事情 然后我一定得这个状态让我一定要选择要一定得离开 才可以办法解决这个局面 我觉得其实都有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有 所以才会对我来讲 特别的 好像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小的打击 对没错 就是让我觉得哇 就是跟你原本预想的事情 全部都完全的不一样的时候 这算是一个 对我那时候来讲是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的事 OK 但是其实像你这样的心情 其实并没有显现在你的作品里面 就是你那个 你现在出来的这个作品 听起来那个心情相当 尤其像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还蛮云淡风情的 在一个这样的吉他的伴奏里面 然后你的声音其实它的处理也是 有一点点声音其实是有点疏离的感觉 其实这首歌是我整个 On the Road 这张迷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那它也是最平静的时候 那其实从开头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会慢慢知道 我前面其实是算蛮沉重的 讲的事情算蛮沉重的 跟蛮比较纠结一些 那这首歌是我觉得 我这样旅行的最后一个点 这首歌的时候是那时候我从花莲回来 然后我去花莲找我制作人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象了我在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一切都是这么的单纯 因为那时候我在离开前团队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觉得我怎么把做音乐做成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音乐的人 对 就我没想到我做音乐做音乐之后 做下去就什么都不是音乐的事 哦 对 这让我很打击 因为我只想做音乐 但我怎么 我没有想要做这些音乐以外的事 对 对对 那我就变得我觉得我自己变得不干净 这种感觉 嗯 对 然后这首歌是我从花莲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去 在回来路上的时候 突然想象我自己是看天上的云啊 躺在一个草地上 这么简单 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为了什么 就这么平常 这么简单的一个状态 那这就是我最干净的样子 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 所以你就是在旅程的最后 你终于回到了一个 你自己觉得还蛮干净的一个状态当中 嗯 没错 留下了这首歌曲 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在两个月内 就是在一个低潮的状态里面 就把自己找到了一个这么纯净的状态 嗯 我觉得你的应该是相当本质上面来讲 是一个蛮海阔天空的人 我是算蛮乐观的啦 其实 对啊 我是算蛮乐观 但有点像是 我觉得写完这首歌之后 我还得花 两三个月去细细品味这一张 就我自己 嗯 对 那我在品味完的时候 我会更认识我自己 然后会知道说 我那时候可能是看到了那个干净的样子 但我还没摸到 那可能过了两个月之后 我摸到了 但我还没认识 是 那可能再过两个月之后 我发现 哦 原来我那时候在讲的是这个状态 这样 哇 我觉得你这样子其实 有点激励了我 因为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其实都是一个修炼 对对对对 有时候你的修炼 突然好像灵光乍间 你好像有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然后如果像你的话 你就是一个创作人 你会把这个状态捕捕 对对对对 捕捉下来完了以后 你还可以 自己慢慢的去回去看 啊 满绝续续 没错 知道想说 哇当时我只是 有点抓到了 可是我还没进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可能有点进去了 可是我还没有活在里面 对对对 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感觉 应该说我的音乐就像日记 哦 所以我有点像是我当下发生的 我很直 很直观很直觉的写下来 好 那我可能过个两个月之后 我可能会抽离这个状态 变成第三人生在看这件事 嗯 所以慢慢慢慢的 还会有点像陪我长大 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这个日记的感觉 是 好但是这个给我有两个激励 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现在应该要学习 帮自己记录事情 那不见得 我不是创作人啦 可是我就用我的方法把这个 有时候的这个凌亡诈解 把它记录下来 二就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创作人啊 你可以做出来一个作品 是一个你自己都想要回去 慢慢品味的话 这个作品应该就是 让你来讲相当值得骄傲的一个作品 对 应该说在某一些时段下 你会想要回去听的时候 我觉得别人应该也会是 可以感同身受某一些事情 因为它连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到 对对对 好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很深刻 这首歌曲就是 花草树木 我躺在泽牛肉 用人的草地 也伴随着风 安静的水去 我看着天空 云多像小鸡 也幻想自己过的多好迷 所有烦恼 全部都负责 细小的树叶伸张都感兴 我听着风吹操动的独白 感受着所有经过的脚印 来到今天的Hey Miss DJ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是Awesome 继续地和Pony5来聊 最新的作品叫做On the Road 而且刚才在聊天说 这张作品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 你真的是开着车 对对对 然后去了不同的城市 让自己稍微的远离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再去看看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 对一些火花 对对对 不同的火花 你是一个开车技术 给自己打几分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十分 我很会开车 满分一百分你十分吗 满分十分我十分 满分一百我应该就一百 对我很会开车的那种 你的很会开车是 应该说很知道怎么在台湾开车 哦对对对 哪天可以坐你的车感受 那我告诉你 因为我有一次坐到有一个人的车啊 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就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就是虽然车是往前进的 对 可是他好像不由自主的会多几次一直刹车 对会踩很大力的刹车 是不是然后就是你虽然都往前进 可是你身体一直会这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所以你不是这种人 不是不是 那算是初学者就会这样 哦OK 所以你这个满分一百分的人是 那时候在开车在不同的城市的时候 你的过程当中你都是一个人吗 对 有时候会跟我一个朋友 就两个人 有时候会我自己一个 其实蛮多时候都自己一个 好那你在创作的状态当中 是通常都是一个人开车的 还是你跟朋友在一起打屁聊天的时候 有办法创作吗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人 OK 你要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一些事情 对对对 那你会跟朋友讨论创作的这件事情吗 还是如果这是跟朋友在那边看的话 真的就是来聊生活 我觉得这就是我很重视的地方 就是我会很认真的跟朋友们聊天跟相处 我其实不喜欢跟别人聊到音乐 就是有点像是 我在跟我朋友在相处的时候 我很认真去体验这个生活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多我想要讲的事情 那我就我就会用音乐来表达 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歌怎么样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主题怎么样啊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藏在这个生活之间的 就是你得要先用心的去体验这些事情 对对对 就后续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还蛮符合 就是关于Pony5的一个传说 传说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所以感觉像你真的就是把音乐 就是放在自己的范畴里面 对对 对 有点像是音乐就是我的一部分嘛 因为就我很常讲 就是有些人运动员他的打球就是他一部分 对 有些人可能像是DJ可能说话是他的一部分 那有些人是舞者可能是跳舞是他的一部分 那我是做音乐的可能这就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就有点像是我在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大多是用音乐 然后记录东西的时候大多是用音乐 这样有点像是这样 他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技能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而已 对 你从差不多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说 自己好像想做音乐 然后以及你想要把音乐当成是你的 志业或者是事业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我的音乐当成我的 就是志业这样子 他其实有点像是我 呃就 我以前做歌其实 其实我一到现在就做歌都是一直给我自己听的 对 那 我那时候是我朋友们一直叫我说 你就出啊你就出歌嘛 你就出歌看看啊这样 那我那时候说为什么 就我没有想要这样做 你就出出看嘛 又没关系这样 然后 我就好好好再就出了 那我就第一张作品就出去了 然后在YouTube上面 然后大家就有听 然后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一些回响 然后可以去影响到一些人 然后让他们生活上可能 呃在一些时刻的时候 我的音乐会 会影响他的决定 甚至伴随他 伴随他度过某一个时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我的音乐给别人听到 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有一点点 水到去生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 就没有特别去想或是怎么样 因为 我还是就是 我以前的梦想 可能就是我去 Seven大大公 然后 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物欲的人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钱 然后我就 自己让我自己吃了饱喝了 煮之后呢 然后 可以做一些我喜欢的音乐这样 嗯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张专辑 On the Road的开场曲 叫做 When I'm Gone 没错 这是一个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写下的 嗯 这是我刚开始低潮的时候 所以它是整个 On the Road第一首歌 对那时候我刚开始低潮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顾到我身边的人 这对我来讲就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 嗯 算是成功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的歌词影响很多 他叫J.Cole 然后他之前的歌词里面有唱到说 如果你的兄弟你没办法让你兄弟富有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富有 嗯 那对我来讲就是 如果我没有办法take care好我身边的人 那我 其实我也没有做得多好这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在 嗯 低潮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支持我的人 反而被伤害到了 这样 嗯 那这让我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连他们都没有办法把握好的话 那 我觉得我再怎么样都没有意义了 对 那那时候 我就写了这首歌 就当我消失了以后 嗯 我到底是可以留下什么东西 我到底可以影响了什么 嗯 那我到底可以改变了什么 这样 嗯 那他有点像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 然后 呃 里面有一些歌词叫做这种 就是西门丁 看在西门丁 从一群人在 到变成到一个人在路上走 这样 其实他在讲述我们以前可能是一群人 在那边成群结 然后我很多朋友 呃 陪着我在度过很多时刻这样 但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课题 所以我得自己去面对 嗯 有点像是这样 那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这个样子的故事 这样 我的一个小状态 对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 是来自于Pony5的 When I'm Gone 继续来跟开车技术100分的Pony5呢 来聊他的Honorl这张专辑 那我们接下来从When I'm Gone呢 按照了歌曲的顺序 听下来就是跟海鸥旅行 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的曲序 就是你创作的顺序吗 呃 我想一下 呃对 应该是 诶 没错就是 所以 When I'm Gone 很低潮 很低潮 那我现在我的歌人们我都没有办法保护 对 我就赶快先 我先离开好了 省私自己 OK 好那接下来你开车了 你就跟海鸥旅行了 你开去哪边啊 呃 其实这个也是去花莲 哦 对 这个也是去花莲 然后在那个 呃 他们那个沿海公路上面嘛 是 清水断崖那边 然后 我就在自己开车很无聊 就会幻想 嗯 就想象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把我的 现在所遇到的说人事物比喻成海鸥嘛 就感觉 哦难怪 我想说你真的去哪边可以听到海鸥 对 对 要去听 没有没有 好没有 好你忍住那些就是海鸥 对对对对 这首歌曲里面的那个防海鸥的声音 那个呜呜 很可爱啊 哦 那个 那个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是 模仿海鸥啦 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呜呜的感觉 对 一个呜呜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要把那些人呜 你之前的就是旁边那些人的声音 所以那个人的声音对你来讲是一个烦躁的声音 还是是你想把它比喻成什么样的的的的声音呢 没有就是呃好的坏的人事物 嗯哼 他就是就是很像海鸥就在旁边而已 就我是在讲说不管好的坏的其实都在这条路上啊这样 对齁 对对对对对 我想要其实想要传达的是这个 告诉我自己的是这件事情 OK 嗯对对对 好所以我还以为你是把他们当朋友要跟着一些旅行 但是不是 但是你就是在生命里面 嗯 好的坏的其实你都会遇到 对对对对对 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保持 你自己在歌曲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里面 对对对 跟着他们就对了 在清水公路上面 对 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跟海鸥旅行 所以呢我刚刚跟25的聊呢我已经差不多有点知道了就是我没有办法从你的歌曲里面的字面上的意思去就是就是就是想说啊你在描写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你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层次的一些隐喻在里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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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刚刚听到的是跟海鸥旅行然后接下来其实也是按照的曲序嗯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现在开开开到了哪里或者是你现在这首歌曲你要捕捉的是什么心心情 起码旋律上面听起来算轻松的对对对对他其实就是那一天我去台中找我朋友聊天 然后呃在回家的路上也一样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那个往开往北的那个交流道嘛是对国道3号那你找夜车很无聊你就会躲夜躲夜夜车是躲夜 差不多凌晨3点多OK那也很早啊早车啊早车 那那个时候在开嘛那我就我开是很无聊啊屁股会酸所以你就会对你就会一直坐立难安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我就把头去贴近那个挡风玻璃就是你开车开开你会用头去贴那个挡风玻璃哦不好听说我没开车我不太晓得你要把头贴挡风玻璃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屁股比较不酸对因为你会挺起来啊你会坐挺起来那你可能会 可以活动稍微活动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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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贴到挡风玻璃往天空看的时候就发现哇天空好大哦这样 因为你平常在开车的时候你的视角会被缩现在一个长方形里面嘛对那你贴出去贴到那挡风玻璃的时候你往天空看的时候国道上面因为旁边都不会有房子嘛嗯嗯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整片天空这样是就觉得哇这天空也太大了吧那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啊我就是把我想像就是我把我很多我依赖的事情啊然后你把它比喻成一种把它拟人成一个人啊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再跟我分享这个时刻这样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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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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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能是你内在的声音 对对内在的声音 或者是有些人会想说 这个是你的什么守护灵啊 有些人会这样说 会这样子讲 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其实像你要捕捉这个心情 你是会先写下词还是会先写下去的 因为有时候你要捕捉这个心情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有时候你这些心情跟你的旋律 感觉起来好像 对它是有反差的 有些好像就觉得好像有还蛮符合的 其实这一首歌就是刚刚好就这样唱出来 因为我在车上会乱哼乱哼乱唱 那我就是刚好就唱出这一段 然后词加曲这样 对对对就这样就唱出来 那有时候我会是先曲然后再词 有时候会先词再曲就不一定 但这首歌刚刚好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就是 它就一起出现了这样 对对对 你从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的 这个创作的经验是什么 那个时候你是先有曲还是你会发现自己有开始有文字上的记录 有时候我就是一开始我是先文字 先有文字 对对对 那后来之后我就是先曲 然后到现在就是有时候会先文字有时候先曲 那现在就是就让它自然而然的 对因为我有时候就会想讲点什么 那刚好唱出来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看着你的我听了你的作品 因为我以前的听歌的习惯其实都是先听 然后比较不听它的文字是什么 可是有时候你在听的时候 你差不多会知道有哪一些它大概要讲什么 对对对 但我发现因为你的唱法的关系 有时候你这些字其实是很快 对 所以那句话我就想 等一下它刚刚讲什么 就其实就因为你听不太出来 嗯嗯它有时候会连在一起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有写歌给别人的经验过吗 还是你都是写歌给自己 因为我感觉你的歌好像别人有点唱不太起来 有些人这样讲过 有人这样子跟你讲过吗 对对对对 通常的歌其实不太适合别人唱 对对对 我在KTV应该不会想点你的歌 他们是这样说的 等一下你刚刚你刚这样突然摇 那就是你平常开车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身体比较轻松的摇法 对对对 因为你笑的时候你是用全身来笑的 对对对对 没有发现吗 好啦就是你朋友也跟你讲过说 就是你的歌好像唱不太起来 就是不太适合别人唱 他们就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你自己唱就好了 等一下所以有人跟你邀歌过吗 邀歌你说唱我的歌吗 对 所以请你写歌写一首歌给我 写一首歌给我 有人跟你邀歌过吗 我有去帮别人写过歌 但我不知道帮谁这样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帮谁写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有点像是词曲 发个词曲这样 就给你 对啊 那他有用吗 你后来去查吗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写完之后就 我不会就关注后续 你真的很无欲无求耶 你连你写了一首歌给了别人 然后一你不知道是谁 二你也不晓得用了没是不是 对就没有特别的就用不用其实我就没有很在意 对 请问经纪人可以帮他查明这件事情 请问他到底有没有把这首歌卖出去 然后有没有这首歌的收入 这个起码有没有收入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了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好 所以你曾经有写了一首歌然后也不晓得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把他唱进去 对其实就不知道了后续就不知道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彭琴就是彭琳5呢在国道3号上面 现在一定要提到的大家写下的那个曲子 那么它怎么叫做脑中的樱桃 要谈脑中的樱桃其实它就是在讲 这个其实他就是在讲嗯 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多巴胺 这样子 cristian 就是你每个人有依赖的事情不一样 是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樱桃是偏甜还是偏酸 一些当 relates to sent 继续和Pony5来聊 他的作品 On the Road 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 这项作品 没有找什么朋友feet 没有想 那时候就是没有想说要feet 因为我觉得feet应该就是 你觉得 这个就是需要 他这个人的声音的时候 再说 对就是会有 这么一个想法出现 但刚好我在做的时候 都没有这个想法出现 而且就是自己的低潮 男子汉要自己面对 有人配也不错了 OKOK 那不晓得 因为你刚刚就想说 这是2021年 大概是过完年以后的 这一个心情的记录 那我不晓得 比如说像去年 大概是疫情期间 很多人就觉得相当的难熬 或者是疫情期间的 那个整个的生活的变化 来讲真的是一个 蛮重大的变化 你在那段的期间 你有作品留下来吗 有啊 其实都有一直在持续的创作 对对对对对 那后一再会在我下一张的专辑啊 下下张专辑这些会慢慢的四处这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已经有在准备下一张的作品了 没错 已经在准备下一张作品了 对 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嗯 好咯 那感觉上好像可以很快又可以再见面了 是这样子吗 说不定说不定 好那我现在手边呢 有的是on the road这样作品的就是尸体 对 有好多可以细问哦 首先那个外包装 就是一层又包一层的 所以你是一个打包很小心的人吗 其实不是我打包很小心 应该是设计的人打包蛮小心的 对 哦 ok 所以这个不是你平常会去旅行的时候的打包的状态 不会 我是一个丢山落寺那种 是不是 对对对 哦 所以你的车子应该最多只能坐一人 因为后面已经被你堆满东西 对对对对 我的车子是传说中的那种 是会臭的那种吗 不会到臭啦 但是就是 不会到臭 不会到臭 但是会有味道 也没有味道啦 就是呃 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把车上搞得像家一样 哦 嗯 所以你车上里面有很多 鞋子好几双 鞋子好几双 衣服好几件 然后什么都很多 因为我想要在随时随地的时候就可以 所以 哦 就跳上车 也不用打包 直接把一整车开走 就是把家开走的 把家开走 对 的感觉 对 好好好 所以你的车的后面 就是很乱 好 ok 我知道了 好 然后这个 这个实体上面 就是外面的这个 嗯 好 我们把包装拆开了 里面还有包装纸呢 没错 没错 啊 就搞刚 好 然后这个包装纸 感觉像其实就是一个 打开来 应该有一个月饼的感觉 要要 要一个凤梨酥会月饼 正常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所以呢 有这样子一个包装 这个是车的概念嘛 对不对 对 云朵车车 云朵车车 有点像在前进的感觉 这个云朵车车 是天竺鼠车车的概念 当初觉得很像 有点像天竺鼠车车 就是天竺鼠车车 对啊 因为你的封面 前面其实也都是那个啊 毛茸茸 天竺鼠车车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车子 还是这是帽子 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上面是个帽子 它其实就是车子跟帽子的融合版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因为它旁边有那个帽子的标啊 我有看到 对对对 所以它真的有这个实体 没有这个实体 应该出这个实体 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带吧 我觉得应该有 真的吗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出云朵帽子车 的周边 OKOK 虽然看起来好像会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 这个可以做 只是看起来有点热 适合冬天 它旁边应该要再加两个那种 因为你窗户都打开啊 就可以通风啦 你说开在上面吗 因为我这边窗户啦 OK 这边都可以通风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感觉可以做 嗯 我应该会再跟他们讨论一下 还蛮可爱的 对 而且你要自己先带上去 就我要先自己带嘛 当然啦 当然啦 OK 好 好 所以呢 这个封面这样子 我们差不多知道了 然后里面的就是很多的照片 这个也是后来才拍的吗 嗯 对这是后来才拍的 嗯哼哼哼 就是拍了一个像 血真帽 我不知道怎么说 OK好 可是这个服饰是你平常穿衣的风格吗 I don't think so 我也觉得根本不是 不是对不对 没有我平常就是一个会 就是一件短袖一个长裤 一双运动鞋跟帽子的人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你 对你现在看到我就是我平常的样子 就是帽子一定要反戴 嗯对反戴 对 其实帽子反戴我也还蛮喜欢的 因为像我很讨厌头发遮住眼睛 没错 这个其实就是目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不是你习惯的 穿衣的风格 难怪其实你都不太面对镜头 对我也不太 其实我我也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嗯哼哼 对这是我一个罩门 就是我比较害怕面对镜头 OK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要 因为其实前两张专辑 我都没有跟你碰到面 表示其实你也不是那么的喜欢宣传你的作品 的这件事情 对我现在正在适应跟学习这些 就在体验一下看好不好玩这样 那你现在目前打几分 我觉得蛮好玩的 其实超乎我预想 我现在应该就如果十分满分 我应该有九分 OKOK 就觉得哇这蛮好玩的 还不错嘛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偶尔就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对就是跟大家聊天其实是我喜欢的 就是跟你开车到那个什么台中 或是花莲 对对对 陌生的酒吧跟人家聊天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对对 因为原本预想会是说 啊你什么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但是后来他们就说 你想讲什么就讲 你就讲啊 那好那好 对啊 跟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多巴胺的分别 这还不错嘛 对对对对 OK好 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太阳西夏 所以这首歌曲 你捕捉的是在哪里的太阳 然后哪一天的西夏 就是在那是在台北 嗯哼对然后就太阳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谢谢你这个情状 你先这样就讲 其实然后后来是环和就说 其实是我 哈哈哈哈 好睡觉睡觉 他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太阳西夏 然后你在想 因为那天我在想的是 嗯 我一直在纠结一些很多 过去的事情嘛 我不知道你们那种过就是喝很醉 嗯 有可能是喝很醉 有可能是你讲了什么话 有可能是 你在怎么样的过程中 然后你隔天突然会觉得 啊为什么 我那时候我真的要讲那好话 我要做这件事情 啊天啊 我告诉你我都没有 因为我喝醉我直接睡着 哈哈 也不一定是喝醉 嘴巴封得超好的 哈哈哈 对就是做任何事情 就有时候会有一种 我当下应该是不是要这样做啊 我怎么没这样做啊 对 然后你有时候会啊杂到那种 就是突然想到你会 哦 哦 这样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在讲这个感觉 然后 那时候在想说 啊反正太阳西夏了嘛 新的一天也就要开始了 其实它就是过去的事情 就给它过去啊 反正它就是因为有这些事情 所以造就现在的我 嗯 所以我应该要接受这件事情 对 OK 好 所以你就要记录像这样子 就希望太阳西夏到了新的一天 对对对对 对好好好 不过我讲到这一边就是 因为刚好我们在进行访问呢 那时候的前一阵子其实就是中秋节嘛 嗯 我真的觉得最近啊 我感受到我觉得月亮的洗涤 跟疗愈的力量 嗯嗯嗯嗯 其实相当的强大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建议你哦 可以去晒一晒月亮 我觉得还不错 对我其实月亮很大课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去想一些事情 不少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嗯好 下次就是你可以记录就是 月亮跳上来的时候 哈哈哈 非常出现的时候 还不错哦 对 好那我们呢 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Pony5的on the road 这张作品当中的太阳西小 在这边非常谢谢彭一晋 Pony5来我们节目当中 好好那很开心的认识你 然后跟你聊音乐或者是聊生活 然后也许既然你讲说你的作品差不多哦 那可能就是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你就很快了 没错没错没错 看昨天很像不一样的天空 当太阳熄一下时候 我们就让转身回首 看所寻找的结果 看昨天很像不一样的天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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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